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礼拜全市场大家都是一片哀嚎 很多人很害怕 很多人认为股市进入空头了 魏杨老师在节目当中 我顶住这个压力 我不害怕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分享的是有国际观 是有客观数据来支撑的 我告诉大家 这是多头涨多之后的修正 我告诉大家 不管跌破季限或半年限 你要站在买方思考 那今天的台股涨上去 当然 这并不表示 此后一路大涨 事实上我也跟大家提到 不要指望V型反转 行情不会就这样子上去的 可是我们光从上个星期的连续破底 到今天大涨400多点 你要知道 这个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 你如果在最恐慌的时候 或者是市场下跌的时候 你跟大家一样 人挤人站在卖方那一边 把股票杀光出清 痛快一时 请问今天还会感到痛快吗 所以留在场内 你才有机会反败为胜 只要你手上还有股票 我先不讨论 你持有是五成 还是两成 还是一成 只要你手上有股票的人 今天的股票 应该是上涨吧 今天集中市场 有996档股票上涨 今天贵买市场 有731档股票上涨 所以只要你手上有股票的人 今天你的持股 应该是上涨吧 那就表示 只要有股票的人 你们全部都是今天 反弹行情的受贿者 因为你有持股 你的股票今天就会涨 那你就是受贿者之一 所以留在场内 你才能反败为胜 可是很多人 在上个礼拜 跌一天的时候 还能忍 但酒连黑之后 已经完全手足无措 最后呢 过不了情绪那一关的时候 就把股票全部杀低出清 今天眼睁睁看着行情在涨的时候 很多人是不太想再进场的人 当然有很多人是无法再跨出那一步 买不下手了 假如你停损在上礼拜五 你今天会买得下手吗 这个就是我讲过的现象 所以不要出新股票 让自己留在场内 好 那我们这一波 行情到底要怎么看 今天的反弹 是多头要绝地大反攻了吗 手中有股票 手中有现金的人 本周 后面你要怎么做 我们今天要好好来跟大家说仔细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国际的情况 今年以来国际主要股市回挡的情形 那我们先看美股 道琼创高时间在八月中 S&P也是在八月中 那另外科技挂帅为主的纳斯达克费办 则是在八月初 那这些市场 当然最近也有一些修正 可是你可以看到 像美股 大概它的回挡幅度就两%到三% 只有费半大概是稍微剩一点 八% 那距离创新高 最高点的幅度差多远呢 像道琼只要再涨一点四六% 就又可以创历史新高 S&P只要再涨零点八五% 纳斯达克只要再涨一点二四% 就能创新高 就算跌比较深的费半 也只要再涨五点九九% 就可以创新高 那么他们现在的位阶 大概都在半年线 甚至季线之上 那其中S&P更猛了 站在所有均线之上 那我把美股这种情况 先把它仔细的看清楚 那不可否认是 全球股市包含台股在内 这最重要的一盏多头明灯是谁 当然是美股 因此我在上个礼拜 台股下跌的时候跟大家讲过 我在股市二十几年 我没有看过美股是多头 台股是空头的 那我不知道如果你做股票更久 三十年四十年的 你有没有看过 当然啦 你要如果真要讲什么 四五十年前的例子 其实也没有太大参考 因为太远了 时空背景不一样 重点是我要跟大家强调的重点是 台湾跟美国 我们不管从外贸出口 或说从产业供应来说 本来就是紧密相关 台股当然要看美股 但是这种高度的相关性 请弄清楚 它不是指说 每一天每一天在比较的 美股涨一天 我们就应该涨一天 美股一创高 我们马上就要大涨 不是的 但是中长其他趋势会最终 或是一致的 所以美股这段时间强势 而台股跌这么多 这背道而驰是不合理 那不合理的事情 不会持续太久 不合理的现象 就会带来超额报酬 所以请你记住第一个重点 当你恐慌心里很乱的时候 再去看看美股的走势 第二个 我们看其他国际股市 其实欧洲部分的英国 德国 法国 这波回跌幅度也都很少 几乎也都快要再创新高 而且他们都是涨到八月中旬 那所以过去这两个多礼拜 台湾真的是特别弱 那至于说国际股市比较弱的 大概就是在亚洲市场的 中国还有日本 这两大股市 像上阵指数 今年已经跌了11% 不过他利空一大堆 说实在的 台湾竟然跌了跟上阵一样多 好像也不太应该 那恒生跌了21% 国企跌了29% 再加上日金25也跌12% 这四个指数 就每 这陆股跟日本股市都破年限 所以如果以年限当成 长期的多空分水岭 那我想他们是符合 已经先转空了 就是日本跟大陆股市 那至于说我们台湾的部分 加权股价指数 这一波跌9.9% 贵买跌12.04% 这个跌幅几乎都是比你 进入空头的 入股跟日股 这个真的是超跌 不太合理 那技术面 我们这一波跌那么深 当然就有反弹的空间拉出来了 那我们如果 以台股这一次的回档情况来说 几个因素 让我们在国际当中 竟然也掉到后段班 变得比较弱 第一个因素 就是台积电的弱势 台积电是台股指数 权重第一大 这大家都清楚 占了大概三成 那这一波台积电跌到哪里呢 它已经来到年限了 大盘是破半年限 而台积电是已经来到年限 所以台积电比大盘还弱 护国神山不护国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外资它 从台股撤退的时候 它当然找那个最大台的提款机 来提款 所以就是台积电 这个跟基本面无关 你不要认为说 外资看好台积电 那干嘛一直卖 因为它是提款机 所以这个有时候 它是受到整个大盘系统性风险影响 第二点 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 台积电不仅是台湾股市市值第一大 它也是所谓MSCI金融指数第一大成分股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MSCI的金融指数 金融指数又被俗称为是所谓的中概指数 好我们拉近右边这边给大家看看 所谓的MSCI金融指数的前十大成分股有哪些公司 除了有大家耳熟能详 像比如说中国的平安保险 未来汽车或建设银行 美团阿里巴巴腾讯 第一大是谁 第一大竟然是我们台湾的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在国际市场上 因为被纳入金融指数 这真的是有点欲哭物类很无奈 因此它是被当成中概股在提款 大家知道这一波 因为中国政策的转向跟打压 很多中概股科技股跌得东倒西歪 外资资金一直在撤退一直在撤退 甚至有的是直接出清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MSCI金融指数 从高点明显拉回 台积电其实这个就是被拖累的无望之灾 这个都是系统性风险 所以造成台股这一波跌得比人家深 不过当然这些是已发生的过去了 我们要告诉大家 其实上个礼拜是8月19号 单日跌了451点 这是台股史上第十大的单日跌点 跌很深 跌很凶的时候 你一定很害怕 很心痛 可是其实单日重挫过后 经过5天 这叫短线 涨多跌少 经过了20天 这叫中线 也是涨多跌少 所以只要是重挫过后 物极必反 后面就是涨多跌少 因为下跌的时候 往往可以带来的是筹码 超过大盘的跌幅的时候 这往往也是一个重要止跌讯号 那我们如果用大盘的月K线图来看 上个礼拜融资维持率来到158% 这一条线告诉大家就是 历年来融资降到什么程度 叫做筹码沉淀 叫做筹码稳定 就是以这一条线为基准 当然也有可能进一步去跌破 那就是融资杀得更深 不过那些前提是 你可以看这几个地方 这几次 融资维持率杀到更低的时候 它对应的是大盘都破了年限 才会有这么深的一个融资沉淀幅度 那目前来说 其实大盘当然还是在年限之上 所以整体来讲 大盘这一波的下跌 我们其实不是预设立场 不是叫大家 你一定要看好股市 你要当个多头 并不是 而是我们面对这样子的环境变化 股市沙盘的时候 我们要把自己抽离出来 冷静 独立 去思考判断 把所有该检查事情 重新检查一遍 那整个台股其实决定趋势方向 最重要还是回归到 国际股市 尤其美股的动向 还有我们的基本面 这是最重要的 那你说短线会受到筹码 技术影响 没有错 没有错 但最重要的趋势方向 还是在美股的走势 我们的基本面 上半年上市贵公司 累计税后盈余 总共赚了1.98兆元 这半年获利的数字 几乎跟2019年 前年一整年是打平的 那各位好朋友 2019年台股在哪个位置 我先不要讲高点 2019年的最低点是9,319点 你听清楚 想清楚 我们上半年的获利 就是2019年一整年的水准 所以今年没有意外的话 下半年还有电子的旺季 要贡献进来的话 今年是不是有机会 全年的获利将会是2019年的两倍 那2019年的低点 乘以2 是不是合理可以当做 今年其中的目标 我不要讲低点 当成高标的目标 应该也不过分吧 所以说整个台股 当然不会每天涨一直涨 那涨多之后 筹码乱了 它要调整 那我们的持股 就跟着调整 没有关系 投资要动态 要活 不要死板板 所以说我们在上周以前 家族的持股 大概就在三成到四成 我一再告诉大家 当你握有六成到七成现金的时候 面对这一波的抄跌 其实你要试着让自己开心起来 转个念 你的机会是远大于风险的 那今天 只要我们手中有持股的朋友 包含家族 包含观众朋友 大家都是反弹的受惠者 那明天过后 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大家想不想知道 这当然非常重要 休息过后呢 待会马上告诉大家答案 先讲结论 大盘不会V转 也就是说 不会天天涨不停 更不可能 每天都这样跟你涨个四百点 所以今天虽然涨 你手中持股 市值股价有增加 就值得开心了 但不要过度乐观 借由上个礼拜 然后到今天 行情这样子的快速变化 我觉得 这是借由盘势 来测试自己情绪管理的最佳机会 我希望每一位观众朋友 家族朋友 趁这个时候好好想一想 上礼拜四 上礼拜五 大跌破低的时候 你有没有非常非常悲观 把这行情看得很快 而且很想要把手上的持股 全部卖光 不要再受众煎熬了 想要退出股市 你有没有这样想 有得举手 那今天大涨了 你有没有很想要进场买股票 尤其看完那些 一路快要奔向涨停的 好想进去捞个几仓 你有没有这样想 你有没有这样做 有得举手 如果以上两种你都有 魏杨老师必须很直接告诉你 你面对股市 情绪管理是不及格的 这就落入我常说的 完全被股价牵着情绪 然后情绪又影响想法 涨就看好 乐观 跌就看坏 就悲观 这样是不行的 我说赚钱的土方法 低买高卖 谁不知道 小学生都知道 但偏偏什么时候会是低 跌下来的时候 换消息很多的时候 可是那个时候 大家都不想买 上礼拜跟各位说 可以去增加持股 逢低折优布局 大家听不进去 生气的人会觉得说 这老师死多头 胡说八道 可是今天很好笑 上礼拜骂我死多头的人 今天来问我说 什么股票可以买 我看到那个讯息真的是 不知道该哭该笑 欲哭无泪 上礼拜骂我死多头的人 今天来问我 什么股票可以买 我认为台股未来 就是反复打底 我还是先讲结论 反复打底 所以今天激情过后 后面两三天 其实是可以好好来进一步观察 各股的强弱差异 那整个盘势上面来说 要留意一下 美元指数 现在是强势创高 那如果要对台股有利 最好是跌破92.5 那另外大盘融资 已经明显的减肥 但能够减更多是更好 尤其是上涨的时候 像今天 今天晚上一定要看一下 融资有没有在减 还是融资又突然增加了 最好这个维持率降到155%以下 那反弹是步步为营 一步一步来 今天是先攻上五日均线 所以你说就有一片海阔天空吗 当然不是 言之过早 也不过是第一步 从五日均线开始 后面还有十日线 还有半年线 月线 季线 很多关卡要挑战 而且最重要是配合军量回升 像我们看一看到 今天虽然大涨一根长红 可是量明显是不足的 那一天大涨不带量 我个人的观察还可以忍受 但是如果后面这个五日均量 没办法回升 那就真的不行 那就一定会再下来撤低 今天的量不足 姑且我们还可以去理解 因为最大的卖压 就是在上礼拜四礼拜五 你可以去市场上打听看看 我问过几家券商的情形 很多散户就是在上周四上周五 被断头的跟自己停损的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 你说今天他们会进场吗 不太可能 这是人性 我刚被抬出去 怎么可能还自己又跳回来 所以均量回升很重要 才是代表买盘的进场 政府基金对机优全职股的 互盘力道 那跌升人气族群 像航运股 IC设计能不能足底反弹 那如果美股有出现修正补跌的时候 台股能不能借这样的机会 用利空来测底 测试我们的抗跌的能耐 那这里列了六个观察重点 以目前来说 有三个符合三个不符合 那对盘势比较不利 或者说还没有去进步印证的讯号 包含第一点 美元指数现在还没有压回 那包含第三点 均量还没有回升 最后就是第六点 我们要观察 最近美股会不会有补跌 那台股能不能 挺得住那个压力 那这个是我对盘势目前的想法 所以反复震荡打底 大概是免不了的过程 但这不是坏事 因为大盘停下脚步来 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做比较跟观察 今天的激情过后 我想不管是礼拜二 不管是礼拜三 可能就有很多好股票 真正可以来大买减便宜机会就来了 那我们帮大家再做一次 K线跟均线的比较 大盘现在情况请看清楚 基本上如果我们以过去四天 上周三四五跟今天 这四根K线为基准 今天大盘是几乎快要回到周三的高点 不过还没有达标 但快要了 那大盘是突破了五日均线 但还没有碰到十日均线 那我们以OTC指数来做比较 OTC代表中小型个股 一样看这四根K线 那今天是不是过了周三高点 而且今天已经来到十日均线 所以如果用大盘跟OTC比 那就是说小型股比较强 因此未来大盘反复打底没关系 可是你要把操作的重点 放在小型股的强力反弹 那我们看好的个股 包含上个礼拜 大跌的时候就把方法跟看法 都一并跟大家分享的 像点续今天涨停板 当然这没有什么好夸耀 因为今天有很多股票都涨停 不稀奇 那我延续上周的看法 还是跟各位讲 这四根K线我们一样继续做比较 那他是不是也过了上周三的高点 那他现在守住半年线 站上五日均线 站上十日均线 再站上季线 他只差一条月线 就可以站上所有均线了 这个格局比大盘 比OTC指数都强 3141金虹这四根K线 是不是低点越来越高 高点也不断的突破 今天涨了6个百分点以上 那现在也只差上面这一条月均线 或许快的话明天就突破 他就能够站上所有均线了 再来还有我们跟大家提到 像2476巨翔 这一波的走势 这四天是不是也是慢慢墊高上去 那他已经远远的突破了 上周三的高点 那今天其实他在尾盘 也把月线收复了 所以等于他已经收复了 短中长期所有均线 这个就是现阶段 当行情在反弹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厘清 整个大盘不是走回升 也不是强力V转 而是反复打底 第二个利用行情有拉高 弹上去的机会的时候 手中持股一定一定要调整 太弱换强 那好的股票 当然这一波你买对了 买得够低买得够便宜 将来要赚钱 这个机会是很大 而且可能需要时间也不会很长 所以过去跟大家提到的 投资333原则 现在要赚三成 几率绝对比之前来得更高 来得更简单 找不到好股票的朋友 直接跟上温雅老师脚步 祝大家操作顺心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适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适参考